打开机轴追踪,对象捕捉,对象追踪,右键,设置,设置对象捕捉模式为端点,圆心和焦点,确定。 启动直线命令,绘制两条相互垂直的中心线,确定。 启动圆命令,捕捉圆心,输入圆的半径,调整线段的长度。 启动直线命令,捕捉焦点,向右追踪,258,确定。 启动圆命令,建立追踪参考点,向下追踪,53,输入圆的半径,53。 重复圆命令,使用正交片一捕捉,指定基点,输入相对坐标,输入圆的半径。 启动圆命令,使用向其向切半径选项,指定圆的第一个切点。 第二个切点,输入圆的半径。 启动圆角命令,使用半径选项,输入半径150,选择对象,选择对象。 启动修演命令,修演作余线条。 启动圆命令,捕捉圆心。 输入圆的半径。 重复圆命令,捕捉圆心。 输入圆的半径。 重复圆命令,建立追踪参考点,向下追踪,捕捉焦点。 输入圆的半径。 启动旋转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指定旋转基点,输入旋转角度。 启动直线命令,建立追踪参考点,向下追踪,47。 向右追踪,11.5。 向下追踪,10。 向左追踪,6。 向下追踪,单击一点。 向左追踪,建立追踪参考点,单击一点,确定。 启动镜像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指定镜像线的第一点,指定第二点,不删除原对象,确定。 启动面语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启动镜列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选择环形镜列,指定中心点,填充角度-180度。 项目总数5个,预览,结束。 重复镜列命令,发行镜列,选择对象,确定。 指定镜列中心点,输入项目总数6个,前程角度-60度。 预览,结束。 启动卡级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选择对象,选择对象,选择对象,确定。 启动举行命令,使用正交线以捕捉,指定基点,输入相对坐标。 输入举行另一角点的相对坐标。 启动举行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指定镜像线的第一点,指定第二点,不删除原对象,确定。 重复举行命令,捕捉举行的第一个角点,输入举行的另一角点,向对坐标。 启动移动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单击一点,向右移动,15。 将右追踪,15,输入15。 重复移动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单击一点,向上追踪,输入数值,8。 启动面域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启动正列命令,选择举行正列。 输入正列的列数,5列。 列,列偏移25,选择对象,确定。 预览,接受。 启动并级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调整现在的长度。 绘制完成。